2020年10月6日,在頭條新聞有一個作家寫了一篇 王麗君的中環Hi-T,說英國防疫失控,香港引以為駕 說出英國對於新冠疫情的情況 當時寫的時候,單日新增的數字接近2萬3千 我還測試過,現在英國的新增數目是1萬3千多 即比幾日前比較好 但現在他的比較是在英國裏面 本來在八月底九月初,英國手上說 我們搞定了,可以重回學,又可以上班 結果,疫情完全回復,突然飆升到現在的2萬多 因此,現在又重新再加上社區隔離措施 但是一搞定之後,那些年輕人就叫救命 他們寧願染病,都不肯好好的隔離自我中心 引致國家不可行法清除疫情 當然,我們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是非常之著重於公眾的利益 因此,當要求大家要戴口罩 每個人都乖乖 要求大家捨去隔離 有部分人不聽話 但大部分人都仍然明白 公眾的利益也是自己的利益 自己稍為犧牲少少 其實對大家都好 我們是有眼看的 香港因為有班人仍然是非常自我中心 可以說完全自私 不管他人的死活 因此,就沒有辦法完全把病毒在社區裏清除出去 相對來說,我們看回中國大陸 這些人說,完全沒有自由 又不能去街,完全不想出門口 整座大廈門口被人守住 都不能出去 又或者一個星期才可以一個人出去買一次送 在那段時間是慘的 但是熬了兩個月之後 現在一天光了 在十一中秋這個長假期 那些人都出來了玩 到處慶故 完全沒有事發生 但是香港現在放一放 接著又有疫情出現 又要鎖底 又要隔離 旁邊一陣子 還沒有完全就完成 那些人都關心了 又要隔離 又要放開 那你這個病毒仍然在社區流動 稍微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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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又來搞過 那如果真的要救經濟 所有的生意 最重要就是我們有一個穩定性 知道我們跟著會怎樣做 一下阔鬆,一下緊,一下鬆,一下緊 更慘过锁紧 完全锁紧 我知道这段时间 我现在不动 我捱过这段时间 我可以放松 现在不是 放松一点点 然后又爆发 爆发之后没办法 锁紧 锁紧 生意又锁紧 又不知锁多久 锁紧 停回了 稍微好一点点 又来过 那就放松 放松 接着没两天 又爆发过 要做事 做彻底 你不彻底做到 是等于没做 好像今次 阿爷派人出钱 跟香港做普检 不做 所以这个病毒 没有办法清除 仍然在那里流来流去 我希望大家真的想清楚 自私 不是一个美德 要自由 没有问题 但你的自由 不可以侵害其他人 所谓自由 是有条件的 在自由的背面 是有个责任 你没有掌握自己的责任 你自然没有说你有自由 自由 是要大家一起都可以享受 不是你个人的所谓狂欢 你个人的所谓自由 可以换到全个社会的自由 不要让外国这种崇伤 个人自由 自我中心 自私自利 是改变了我们的瑜伽文化 我们的瑜伽文化 最重要的是人质 其人变成的意义 两个人如何互相相处 学好的人质 这个是中国能够维持 五千多年文化的重要原因 当然有很多其他原因 但是因为 我们明白 怎么可以和人一起相处 才可以走到今天 不要再盲目追熟 欧美所说的所谓个人自由 这次疫情应该大家很清楚 现在英国这样搞一搞 又几万人就感染 中间也不知道有多少生灵涂炭 有多少痛苦 个人的稍微牺牲少少 换到的是一个更加大的稳定 只是在有稳定的情况之下 经济先可以重新恢复 我们才可以再有一个好的将来 我想大家在这里拿这个教训 自由 一定要和责任 粘在一起说 不要静一样 不讲第二样 再次再次进行 让我们再次进行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进行 再次进行